我們現在到這個叫做藤崎溫泉 它很酷的是 它這個就在剛剛我們爬山的下面而已 然後啊 它是有一個戶外的混浴溫泉 很誇張 而且它的戶外是真的就是你從外面就看得到 然後從路上也看得到 我們剛剛開車的時候 從上面也直接看得到溫泉裡面 超誇張 那聽說現在沒有人 所以我們可以進去拍一下 走吧 光美這邊是溫泉 這裡就是它的混浴溫泉 而且你看剛剛我們就在山上 那這裡呢 從路上就可以看到這邊泡溫泉的人 現在沒有人 所以可以看一下 那邊是女生的 你看遮起來 可是那個有遮跟沒遮差不多 你要泡溫泉嗎 嗯 不要 噢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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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 maxe 你看 玉川 你踩幹嘛 這裡 來 玉川大門 阿門你知道嗎 這裡是這東北最大的水庫耶 有沒有 我們大家喝的水都從這邊來的 哇這什麼 欸你看狼耶 狼 然後這是什麼 熊熊 熊熊悠喜悠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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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帶我幫你帶 這可以逼阿 這是水庫啊 上面有水然後逼一下水就會起來 逼 沒有耶 沒有耶 現在他這個 新型型型肌 所以他不能玩 不然他應該會有水下來 很可行喔 這個很大的水庫 你閉閉看再一次 沒有耶 在旁邊等啊 沒有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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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那邊魚欸 好多魚喔 可以轉欸可以轉 轉這裡 拿從哪裡 可以看到魚欸 可以 鯉魚欸 轉 這裡有很多蝴蝶 阿雞哈球 他們一看這個是什麼 卡木道武器 還有通報喔 是 跟你說兩點的啊 這裡是保鮮湖喔 你看 你看 黃色白色的是什麼 水上 你看好大喔 這個湖啊 這就是大摩喔 就是水庫 你看水到這邊 它是做一個很大的牆壁 有沒有 它牆壁就是 然後我們等一下去看牆壁另外一邊好不好 那是白色的是什麼 然後這個大摩啊 從這邊過去 水就會被擋住了耶 你看喔我們走到這邊去 你看過來這邊 就沒有水了 就沒有水了 是一點點的有沒有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它把它擋住啦 這邊都是斜坡你看 嗯 然後啊如果 邊啊下大雨 然後水滿出來的時候 就把它放下來 撞 這邊就有很多水了 嗯 所以它就要控制它 讓這邊不會淹水 然後我們平常吃飯喝水都可以用 嗯 這是叫大摩 水庫 好不好 好 這邊寫 RCD耶 嗯 RCD是什麼東西啊 我知道 它以前做的工法就是叫RCD 嗯 然後啊你看這邊有RCD了嗎 你看 這裡 嗯 RCD 好你看好喔 長這個樣子喔 那你看下面 下面草也有RCD耶 有沒有看到 嗯 一樣嗎 啊 是一滴耶 好大喔 有像車子的水上嗎 哪裡啊 哪裡 有車子耶 車子下去吧 有人可以下去附近釣魚啊 哇 你看這裡好漂亮喔 這邊可以來觀光對不對 嗯 有很多水 下面很高 哇好高喔 好可怕喔 喔 喔 從哪裡下來的啊 誰啊 車子嗎 嗯 那邊橋旁邊有路吧 媽媽 來 大姆 大姆 喔 它這個玉川水庫呢 是東北最大的水庫 可能沒有那麼有名 不會像黑布水庫那麼有名 但是 這裡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景點 很大很漂亮 一片很安靜的水 然後啊 因為它這邊是東北最大 所以很多東北人的家庭用水啊 都是從這裡來提供的 那這裡呢也是 日本的百大水庫之一 但是日本有那麼多水庫嗎 我也不知道 但是這裡還算是不錯 就是從剛剛那裡一路下來 那這裡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湖 叫做保鮮湖 保鮮湖 不是保鮮膜 是保鮮湖 那就是這一個 保鮮湖做的這個 玉川水庫 我們就來這邊休息一下 吹一下風 然後看一下這樣子 大家都很喜歡去水庫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小時候 我記得我爸爸媽媽 也帶我去石門水庫走過 然後以前住機場的話就是 新山水庫 翡翠水庫都有去過 水庫到底有什麼好玩的 你知道嗎 不知道 那你可是你也來水庫了對不對 嗯 就是可以來觀光看一看 看風景很漂亮的湖 嗯 反正大家只要不要沒有水 就沒有事了 好 走吧 是啊 雞嗎 Ori den 測試著 劉辭 雞